这么久都没有吃 为什么呢 一个年头起来 他发现 他的面前 会有一百味的饮食 全部都是用那些 珍珠、马佬、金器、宝石 做的那些碗筷 那些碗碟 装的 装这些饮食 在他面前 他看到这些饮食 他不会起这个欲望 想吃 他不会 他会起正念 他觉而不迷 他立即会 知道 现在我都在极乐世界 我不需要吃饭 我都做了菩萨了 还需要吃东西 他会吃东西 这个年头起来 就发现 你百味饮食 一下子就消失了 干干净净 连碗都不用洗 所以 极乐世界 无比幸福 所以他们的饭食 只是刚去到极乐世界 没多久的菩萨 还有些雜气还没断 先吃饭 时间长了 他就不需要 连这些念头都不会起 这些 通通 都是去了没多久的 还有 想吃饭的 集气的菩萨 不要紧 西方极乐世界 无障碍的法界 你想吃 立即有东西给你 你不想吃 立即就消失了 饭吃之后 惊行 惊行就是散步 我们 这个世界的众生 都有食言饭 散步的习惯 饭后 百步走 活到99 所以吃完饭 散步 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你去到极乐世界 可能都有这些集气 这家饭吃完毕 不如去散步 没问题 惊行 妖法 或者走到哪里 去听经 或者自己参事不到 这都是修行 这都是修行 刚才说过 极乐世界常作天鹅 天鹅是什么 就是这些法音 你走到哪里 去散步 都听见这些法音 启发你觉悟 所以在极乐世界 修行太快 他的 六层都在说法 色声香味促法 六层说法 这是无障碍的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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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昼夜六时 出和雅音 祈祷众生 闻事阴耳 解释念佛念法念真 是诸众鸟 解释阿弥陀佛 欲令法音圈流 变化 所作 这一段 是讲的 说法庄严 在极乐世界 有很多 奇料 真琴 种种奇妙杂色的 这些鸟 很漂亮 这些鸟 种类非常之多 阿弥陀经原文 举出 几个种类 好像白鹤 孔雀 鹰母 舍利 舍利 舍利是我们所说的 春鹰 还有一种叫做家灵萍奇 妙音鸟 这种鸟 古时候有记载 现在可能已经绝种了 这种鸟 在微粗学之前 他唱的声音很好听 叫做妙音鸟 还有共命之鸟 共命鸟是 一个身两个头 都是 很奇妙的真琴 这些 都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作 变出来 这些鸟 是做什么呢 讲经说法 你看看 昼夜六时 出和雅音 说明这些鸟 不是三恶度的众生 我们这个世界的鸟 是畜生度 极乐世界没有三恶度 这些鸟 是阿弥陀佛变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们就是阿弥陀佛 他们为 极乐世界的众生 讲经说法 而且是 周夜六时 都没有间寸 讲经 我们问 为什么要用鸟去讲经呢 这是阿弥陀佛的慈悲 因为我们众生往往容易着想 你看 我们现在在佛堂里面听经 面对着佛像 面对着老师 你一定要有一个恭敬的样子 坐得很端正 很留心 去听 听一个钟头没问题 听两个钟头 就可能有点累了 如果要你听一天 周夜六时都听 可能你受不了 阿弥陀佛是很体谅我们 所以呢 知道我们容易疲劳呢 知道我们容易疲劳呢 他说你不用 常常都 摆出这么端正的样子 你听疲了 没问题 你可以躺在那里 躺在佛像面前 是不恭敬的 不用有佛像 阿弥陀佛哪一鸟 跟你讲经事法 在鸟面前 当然 就不用 这么 讲究 可以随便一点 都没问题 不需要威以具足 你可以走着听 坐着听 睡着听 也可以 享受 这个 中了 所出的和雅 发音 这个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爱护 通识我们的 通识我们的 这里是六事 说法 一日 二十四个小时 无间断 说的 这个 发音 无非通通都是 佛所说的 一切的 这些经典 在 阿弥陀经里面 讲到 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是佛法修行的 光领 他一展开 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他浓缩 就是三十七道品